接下来是由自身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 李珠华所带来的最新实时观点评论 李珠华观点 美是一国两制 最高法院堕胎裁决让女子迷茫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历史性的罗素韦德案后 已有十个州禁止了女子堕胎 另外包括德州 怀俄明州 密西西比州 田纳西州和爱德河州等五个共和党执政的保守州 也将颁布禁令堕胎法律或限制堕胎程序 不过许多民主党人和倡导团体 正在各州推进新的法律论点 以确保女子的堕胎权利与潜在途径 所以最高法院对于堕胎的裁决 已使美国变成一国两制的国家 美国的女子将为要不要堕胎感到迷茫困惑 最高法院是在1973年 引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对罗素韦德案做了 妇女堕胎合法化的诠释与判决 该院认定女子可选择在胎儿出生前 六个月终止认臣 这是从维护女权观点 去树立堕胎自主的精神 然而从保守派观念来看 堕胎就是残害新生命 且对孕妇健康充满威胁 但最高法院既已作出判决 也成为各州遵循的明灯 现在却翻转禁止了 不就是以今日之非 推翻昨日之事吗 在推翻罗杜韦德案的意见中 保守派法官阿里托试图表示 他不一定会影响其他决定 例如与不同种族或同性的人 结婚的权利 以及避孕的权利 但反对者表示 阿里托试图将堕胎 与其他一切隔离开来 这必引发法律挑战 事实上堕胎的争议 已从生命的权利 衍生为政治的议题 争论了半世纪之久 由于牵连到健康 宗教 道德 伦理 人权 自由 以及法律等 错综复杂的议题 各方见仁见智 争论不休 如今美国妇女 近半个世纪以来 享有的宪法堕胎权利 因为大法官的裁决而被剥夺了 随着时代与环境的更迭 以及人类思维的改变 先礼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最高法院在过去60年里 经常推翻先礼 不过根据历史学家大卫的统计 从1789年至2020年之前 发布的25544项 最高法院裁决中 只有145项被推翻 所以从历史长远的眼光来看 推翻先礼算是不寻常的 在取消了这一项 可能是当今大多数在世的美国女性 一直享有的权利的同时 最高法院也拓宽了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重大决定 其中包括LGBT群体的权利 和避孕相关的事项可能会受到威胁 其他如人们选择与谁结婚的权利 包括父母决定当地学校董事会 是否可以要求其子女在学校戴口罩的权利 简而言之 司法判例的权威已经被极大的削弱 这会导致美国未来在法律上的高度混乱 总的来说 将堕胎权纯粹作为政治考虑事项 可能会带来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 对于那些渴望法律稳定和确定性的人来说 它引发了一个不稳定的未来 激发了令人不安的思绪 对于那些渴望法律稳定